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在做善事 她不这样玩弄女生的感情 她就干脆常常一夜情 对 她就干脆常常一夜情 她认为她反而是做善事 因为她何必让那些女生 为她死去活来 朱密桑灰西告诉你 婚后会变死辣的人有什么特征 你其实也是 我也是 你俄文现在已经出现了 死辣 你死辣 死辣姐 你现在没有 你看有个角度注意 有 她俄文都出来了 我干嘛问这一题 真的 你是俗辣没错啊 我怎么会是俗辣 有啊 天 那你还都没 你有让季星心痒痒的本事吗 从那请医师就知道了 真的耶 有 你有 有吗 Makio有 我觉得 就有很多周遭的朋友都说 他们 Makio好可爱 因为他看我们这样跟Makio录影 他说Makio是不是很可爱 我说对 他说对啊 就是他觉得他的阵子没有心机 对 好可爱喔 这种人当女朋友 真的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你 真的 真的 另外星座朋友还要告诉你 在2006年会谈短暂恋情的星座 测试第二我要帮你预知 最近该如何让他更爱你呢 精彩内容不要错过咯 我会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爱宾 欢迎Nano还有Makio 大家好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还有我们明节目主持人 黄嘉谦 嘉谦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还有什么需要打招呼的吗 是 以前来我们的节目一天到 跟所有和全世界的人打招呼 对不对 现在就忘了啦 礼貌没有做到好像不好 真的吗 还是要吗 每周还很红 每周都讲英文 讲英文 各位 还是日本的朋友 可以 可以 好 那么香港朋友 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又来了 好 对 客家话 安普到 安普到 可是晚上啊 安普到 手勘 来 快允监兵团 手勘勘 很好看 还有印尼的话 印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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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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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谷跟这个 就是在这一方面 这个语言天分这么好的人 这个一起上节目 压力会不会很大 不会啊 我觉得很开心 好啊 Makiyo也打个招呼啊 Makiyo快打招呼 像日本台喔 像日本台 有喔 日本台 大家好 我是Makiyo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Makiyo OK 光这个前面打招呼 可能就要用到十分钟 好啦 这个明天就是这个情人节 对不对 两位有什么浪漫的计划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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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揽不上变化 对 没有耶 没有情人就没有特别计划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情人节 真的不需要真的跟情人过啊 对啊 有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一些没有情人的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过 Nono 你可以找我跟唐老师一起过 真的吗 可以一起过了吗 那你们两位也没有吗 对啊 我们现在不是一起过了吗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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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在想 我什么时候行情掉到这里了 我会 我会 我会跟两位老师过 其实也满开心 你配了情人节 对 对 还好不是 Nono 今年可只有两个中年节 对 我们决定跟妳一起过 我们一定跟妳一起过 对 哎呦 他一起我们俩一定要召喚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说在重要的节日 尤其是那种情人节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 想要搞鬼 就好像 有 要打电话给谁 然后做一些就是 别的事情 你那时候如果知道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就是当时 我 对 另外一半好像有在搞鬼 你要这么说 通常都是他搞鬼 让另外一半出来了 没有 我跟你说 那种节日啊 你要特别的镇定 镇定 尤其那种节日 你要特别的镇定 那个状况啊 一发生啊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那天要特别的镇定 完全就那种 处之泰然 这谁啊 什么 喂 明天不妥 对 好 就是装冰场 对 你高手耶 高手 要镇定耶 没有 因为那天 可能多少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会说情人节快乐啊 什么东西 对 通常都会有这个状况 对 而且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在情人节的时候 完全触遍不禁到所有的朋友 都发毛 因为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男生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好几个这样劈腿 这样交 可是情人节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处理 因为他以前是个名歌手 然后就在餐厅里面唱歌 情人节来那一天 他正好要上班 然后这时候呢 他有五个女朋友 那同时哦 五个耶 然后同时都到达那家餐厅 要跟他一起过情人节 蛤 是大家公开的吗 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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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餐厅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分布五个五桌 就是 这边做一个 那边做一个 然后上面做一个 下面再做一个 反正有五个 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 很难耶 他就在台上唱情歌 我知道 对啊 对啊 唱情歌嘛 然后眼睛就五桌轮流看 轮流看嘛 可是一个小时之后怎么办 怎么约 轮流坐 轮流坐嘛 对 可以轮流坐吗 他不是可以轮流坐 他一定可以轮流坐 因为他是歌手 下面他就把一视同仁当歌迷 所以这边这一桌跟他讲说 等一下我们约哪里什么时候 他就挑一个嘛 他只要挑一个就好了 然后其实他就安抚 就跟他讲说 我等一下还有班 然后那个都是歌迷 等一下要安抚一下 那这边讲完就到另外一桌 跟他打招呼 跟他打完招呼 因为旁边这一个已经打完招呼 他也不会怀疑 对 这个女的是谁 因为他讲说都是歌迷 所以五个就是安全过关 没事 真的是好恐怖 他是谁 他处变不惊 他是谁 不能讲错 不能讲是谁 这个其实有时候会吐嘴 很久很久以前的名歌手 不是啦 不是 侯仓里面有那个行情 你长那个样子的 我在这边跟他讲 侯仓里面有那个行情 对 结果 结果 结果一到那天 那个店经理街口 想说 我们真的没有注电红牌 太好了 今天他女朋友在现场 现场歌迷给他掌声鼓励 欢迎他女朋友 然后我们都站起来 站起来 怎么站起来 我跟你讲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所以服务生 老板 什么大家都不讲 都不会讲 不讲掩护啊 都掩护的 好好的啊 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而且我们那时候想说 天啊 五个全部到场 他怎么搞定 他真的就搞定了 吓得 我们每个人都说这样 厉害 厉害 所以我跟你讲 这种也厉害 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是 在这一方面偷吃 他可能就要达到最高境界 你才有这个本领去偷吃 真的吗 所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怎样 星座的人是偷吃搞鬼达人 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本事 一定不是我 对 一定不是我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太阳金星照两颗星了 谁是偷吃达人呢 因为这个太阳是你的个性 金星是你对爱情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情人节这一天呢 这些人都是很有本事可以应付的 那Makio的太阳金星都是在双子座 喂 都在双子座 好 那我们的黄老师是金牛座 金星在双子座 好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在场谁是偷吃达人 来 第五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Makio还有佳天 还有黄老师在路上 你很厉害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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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她来说她没有那么严重的负担 又不是结婚了 对老公要忠实 她没有结婚之前 谁都有交朋友的自由 所以她是抱着轻松的心态 如果情人节那天谁来约 那就去附谁的约 而且她的应对态度也很轻松自然 比如说她这一摊完了 要去跟下一摊 她也不会 她讲起 她当然也不会直接说 我要去跟另外一个女生约会 她直接不会这样说 她会说我还有一些朋友 可能邀约 没办法不去 她会很温柔地安抚了对方 然后讲这些话也脸不红气不喘 因为她心里没有罪恶感 她觉得另外一个 她心里有数码都是好朋友 所以当双子座存心了 她觉得那一天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要应付的话 她觉得应该不要让每一个人都不高兴 应该要让每个人都高兴才对 这是双子座抱取的心态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太阳惊心如果落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太阳惊心如果落到了 NONO的惊心在这儿的一步 是的 违你耶 真的吗 怎么 都希望是第一名了 听我讲水瓶座是这样子的 她会衡量她状况 比如说她现在只有一个对象 她一定会盛大庆祝 非常隆重 因为完全没有问题 对 就这一个我当然要好好疼她 水瓶座是非常疼女朋友的 可是如果她有两个 她觉得那一天 两个 没有办法两个同时盛大庆祝 因为盛大只能一个 对 她就会找很多借口 比如说赶快在那天安排工作 屁事过关 对 不要为难她 真的 就像LONO说的 一定要镇定 是一定要找借口 没有 没有 你跟她借我讲你的工作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可以说 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一样也是 精心在水瓶 她有三个 那她怎么过关 她怎么过 她的女朋友 她们交往了三年多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可以讲 不要三只是我 而且你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要拿水给你喝了 我许你很辛苦 我跟你讲 通常讲我的朋友 其实都讲事情 没有啦 她还有一个朋友叫汪建民 我知道 谁 汪建民 汪建民 她没那么厉害 她有女朋友 然后她就 她已经安排好了 她在她工作 然后跟她女朋友 晚上11点半在家里 然后她煮饭给她女朋友吃 对 晚上11点半在家里煮饭给她女朋友吃 所以她女朋友已经在家里等她 先去买好材料在家里等她 对 然后她晚餐的时候呢 就跟A小姐去吃饭 对 去餐厅吃饭 对 吃饭 吃一吃的时候呢 叫她助理打料给她 吃到一半打料 怎么 不行啊 我跟女朋友在吃饭 真的吗 谁家 OK 好 她就说 比如说我去嘉天家 因为他们家很多人 我过去一下这样子 那我去送你回家 晚一点我再过来接你 吃饭吃完送她回家 对 然后去她 比如说到你家 对 就到我家 到你家 到B家 然后她就打电话 嘉天因为认识嘛 我在嘉天家里 要不要跟她说情人姐快乐 然后你就跟那个A女讲 好 OK 挂完电话呢 你就跟你男朋友去吃饭了 她就把B女约来你家里 一起煮饭一起吃 然后幸福 顺便借你家的房间这样 然后差不多十年多的时候 就送那个女的 咪女回去 打给A女说她明天一大早要工作 她在家里 她回到家打电话给她这样 对 回到家再打电话 早点休息 明天中午再带你去吃饭 跟A女讲好 然后在家里跟女朋友很开心的 一觉到天亮吃 所以她还是一个主菜 很赞 她还有一个主菜 对 NO哥 你好棒 不是 怎么好棒 不是 这样很OK对不对 对 这样很OK OK 很棒 都不会怎样 都不会被抓到 就算她正派女朋友打来 我在嘉天家里 你打嘉天家里的电话给我这样 对 而且现在家里 都可以转接什么字 而且我如果接到 我一定马上打电话给你 对 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很OK 对 好了 大家不能学这招 不能学用过了 这是谁 布局很精巧 很厉害 千万不要以为水瓶座的人 看起来好像很 怎么说 应该很直 或者是怎么样 有时候他们是心机在里面的 对 你看我讲完了 又要再想心的 而且你知道吗 一般人可能认为 这样的一个布局很辛苦 可是对水瓶座的人来说 很轻松 很轻松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加油 马哥加油 等一下 你那份是什么星座 我男朋友有双子座 可是我不知道金星 刚刚是 他金星不会在水瓶一方 对啦 他没那么聪明 前后两个星座而已 要金星 如果水瓶座 如果水瓶存心要骗你 真的一点痕迹 就看不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是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La Nono的 爽 原来你真的是真正的高手 我要第三名 我要第三名 我没得到 他的故事是不是你 真的是我朋友 但是是我提供的 提供的意见 是吗 因为他说他怎么办 我说你试试看这个 还真好用 真的还真好用 真的还真好用 就没有 因为我大概跟他讲一下 但他最爱是他女朋友 你好厉害 我跟你讲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双鱼比双子聪明 真的 而且双鱼 比较不会露出情绪 双子就会有情绪 对 譬如说他为了赶花 他就会臭脸 会生死 对 你要慢 你不能在用餐的时候 显现出你好像要赶下来的话 那女生说 你等一下 没关系慢慢吃 你等一下不是那个 没关系 OK 没关系 那我先送你回家这样 对 那我再慢慢过去 你怎么那么讨人厌 真的 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好有经验喔 龙哥 不是 是真的 天来的 而且双鱼座 他心里会告诉自己 又不是我故意批这么多腿 我怎么知道 没有的时候都没有 来的时候就一堆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为了其中一个拒绝掉其他人吧 对 因为在他心目中 就好像赛马一样 不… 不跑个三圈 你不知道谁是那个胜出的那一个 所以全部一起跑的那个时间点总是有的 只是刚好遇到情人节 我还是要按捺一下 那不会我刚刚讲的故事 它是双鱼座的 因为以他的那种 会不会是双鱼座 搞不好 你把名字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 好 我们来看 来看除了大爱的双鱼座之外 还有龙哥比他更厉害的是谁 来 第二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射手 小钟 小钟 小钟射手喔 小钟这个笨蛋他会吗 他 他是那种 属于那种 大只假问题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他比较慢懂这个事情 他以前是个很笨的 后来经过我的调教之后 他现在多厉害 他很厉害 他厉害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什么地步 这个好像讲过 他之前一个女朋友 对… 就是很会抓他 就比如说他开车有没有 比方说我开车 你说我女朋友 那你上车都习惯那个 椅子的那个 对 前后 对 他女朋友后来一上车 觉得这个这样 有被人家动过了 对 有动过 他说你载谁 他说没有啊 就我载谁 不是 那天载我妈妈这样 你妈比我矮腿这么长喔 他说没有 我想说 长辈给她坐宽一点 比较舒服 不要假的 好 那这样吗 你妈妈有染头发吗 对啊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 没有公司的助理的 我比较好奇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回答 就去洗车啊 对啊 他好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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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要打烂啊 香港大车 香港大车 我说你干嘛那么气啊 你干嘛这样啊 我说你车子不能打烂吗 我要来载你 你怎么可以开一台张车来载你呢 不是 不是偷来张车 你闭嘴 你不要再说话了 你干净 对不对 对到真的 对不对 对啊 好合理的理由 没有 本来就是这样啊 做不到破绽 本来就是这样 真的 松语很厉害喔 好厉害喔 好来 我们来看看 射手比较快 射手比较快 我快气死了 我告诉你喔 这几个都走聪明路线 对不对 下面三个走聪明路线 可是上面这两个 就是走冷静路线 对 对 你知道她看起来很厚厚 她看起来很老实 这几个都走聪明路线 对不对 下面三个走聪明路线 可是上面这两个 就是走冷静路线 对 你知道她看起来很厚厚 她看起来很老实 她看起来不像会骗人的样子 而且平常她做什么事情 她很聪明 她还会先跟你报备呢 先报备 然后看起来笨笨的人 是不是最值得你信赖呢 对 但是射手做的人 她有一个技巧 她会训练你 她会训练你习惯 她这样子 她这个样子 譬如说她会安排一个暗装 譬如说她今天就算没有这个聚会 但她就会告诉你她有个好朋友 常常需要她去做什么 那从此以后 当你习惯她去付这个好朋友的约的时候 只要她提这个借口 你就会放她走 事实上她去干什么你都不知道 这就是射手做厉害的地方 她是会痒 痒那个胃口 痒那个 痒那个状况 事实上有这个状况吗 等到你跟她分手了以后 你赫然发现根本没有这个朋友 或者是你这个朋友 根本没有那么常找她 你才知道 好 第一名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巨蟹座 真的假的 万万没想到的 真的 这个超准 巨蟹座它的这个 我们说巨蟹座分两种 一种是非常害羞的 只敢跟你搞暧昧的 不敢真的动手 因为它 它对于它收拾善后的能力 没有信心 所以它只敢在前面跟你搞暧昧 你真的太进攻 它会往后退 那这种 别笑想它去劈腿了 对 真的 它只能跟多个人搞暧昧 这算劈腿吗 不晓得 那另外一种呢 它根本就是 冷酷无情的杀手型的恋 杀手型 杀手 每一个都必死 就是每一个都想嫁给她 她认为她是在做善事 她不玩 她不这样玩弄女生的感情 她就干脆常常一夜情 对 她就干脆常常一夜情 她认为她反而是做善事 因为她何必让那些女生 为她死去活来 对 其实这几个上榜的朋友 在这个偷吃方面 也算是个达人 可是我们前提讲 几乎都是在婚前 对不对 就情人结果什么状况 可是有些人婚后 他可能做一些改变 有些人变俗辣 对 前面他可能觉得 对 对 很厉害 招风影蝶什么的 一堆 可是他婚后 可能就是变一个俗辣的人 所以我问一下 我们的黄老师 从手面相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手面相特征 他在婚后的时候 会变成俗辣 看大家有没有 好 那么这种长相特色是怎么样 我们分面相跟手相来看 首先第一个 在面相来讲 是要眼睛要大 但是相对的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的 鼻子却是比较小了一点 这个Makio应该是复合了 真的吗 你的鼻子说实话并不小 只是比较之下 比较 因为你眼睛很大 对 你眼睛大 眼睛大是怎么样 眼睛大如果说好听一点来讲 他是感情比较丰富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比较韧性 或者情绪比较容易变化 变动 所以他交朋友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交很多的朋友 因为异性缘很好 所以他当然就比较强势 到处都可以跟不同的异性在一起 但是一代婚后 他鼻子比较小 鼻子比较小 鼻子代表夫心 代表妻心 他就是很顺从人家 比较乖巧 很乖巧 很中心 婚后一定是非常乖巧的 很听话的 这时候有点嫌疾难的 结婚之后可能会有乖巧 乖巧 乖巧 好 鼻子当乖巧 我们看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耳朵髒 那么耳珠确实有纹 先讲一下耳珠有纹 不一定要有纹 因为这纹通常年纪大一点才会有纹 年轻人不一定有纹 那就耳朵小一点 就是耳朵髒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耳朵看起来往左右张开 这个比较嚣张 各式比较强势 但是他耳朵又比较小 就比较柔顺了 或者年纪大一点之后 开始耳朵有纹 像这样的纹 这个我觉得好像大小S多 应该复合了 大小S的照片我们看一下 他们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他们耳朵都很脏 所以婚前一定很 就刚刚讲嚣张 或者比较张扬 男朋友可能很多也不一定 但是婚后他就是一个乖老 乖乖的小女孩 他们三个人都是属于这个形态 对 好 那么再看一下下面一项 下面一项 他们三个人也可以中 也可以中了 就是额头很高 但是额纹多 那还是强调一下 额纹多是年纪大才会很清楚 对 那么至少额头高 他们目前都有中 对 他们额头都很高 额头高就是聪明 有自以为自己的想法 自以为是 那婚前就是自以为是 他当然四次都要男朋友 要复合他 或者如果是男的话 就女朋友要复合他 完全以他的意见为主见 对 但从后开始你做小女人 做小男人 你开始做家事 做得蛮辛苦的话 额纹就出来了 额头纹就一个一个一个出来 因为他们三个现在都还年轻 所以额纹当然没有 可是小女人继续做下去之后 他们就会来了 对 这个要符合额头高 然后这个额纹也要多的 然后才符合嘛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用首相来看 首相首先第一个就是 结婚线前乱后存 什么叫结婚线前乱后存 我们看一下 前面就是开始的地方 乱七八糟 但是后来很单纯 变成最有一条线过来 前面这个乱七八糟 就表示在婚前 或者结婚的那时候的状况 可能是乱 真的所谓的乱七八糟 例如说 他可能这方面不满意 这方面不行 一定要他的那个未婚夫 未婚妻 照他的意见去做 所以开始会有一些争吵 但是最后呢 之后呢 他就是很不错的婚姻 双方相处非常地和谐 互相融洽 互相意见沟通之后呢 他们是一个 一对好夫妻 这个是结婚线 最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成功线 就是往无名指上去的这个成功线 这个成功线的话呢 这个Makio又到了 Makio也有 Makio又到了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讲呢 成功线呢 就下面比较杂乱七八糟 表示以前的交往可能很多 婚前交往了蛮多的人 但是之后呢 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当一个乖乖的小女人 做一个好老公 做一个好老婆 忙着忙于家世这种的 我算不算 你其实也是 我也是 你俗文现在已经出现了 你俗辣 你俗辣 俗辣姐 你现在没有 你看有个角度注意看 有 他俗文都出来了 我干嘛问这一题啊 真的 你是俗辣 我怎么会是俗辣 所以 其实在这一方面呢 这个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在婚后的时候呢 是不是俗辣 这女孩子比例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男生 你们真的太幸福了 赚到 我们都会很乖 OK 好 有没有 就是其实说真的啦 这个在 很多人都会在这个 喜欢你的时候 对不对 做一些事情 可是如果他不明讲的时候 对方不知道 然后有时候都会这样 勾引人家一下 讲 你们会碰过这种人 他一直没讲 他一直给你弄 你就一直想说 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 弄得你心痒痒的 讨厌 对啊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事 有 我们就是这种人 我知道 没有 承认好像是这种人 没有啦 这个几乎每一个人 都会有想 让对方有心痒痒的感觉 对 因为可能也是矜持 也是拍赛购 故意弄一下 弄一下 来试探一下 看是怎么样 对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我再这个往下一步走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算了 没关系 没错 好 所以这边看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开始要测验呢 大家来测试看看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吗 好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让异性心痒痒 其实这种感觉 其实也蛮甜蜜的 今天怎样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我们测验一下呢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吗 好 所以让我来看一下 今天的题目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情人节 另外一半跟你示爱 哪一种方式呢 你会觉得是最开心的 对 第一个呢就是 猪直升机 挂布条 然后挂布条 秀出我爱你 就Makio 我爱你 对 而且是直升机 然后就在天空 对 天空上 然后第二个呢 是在1.1放烟火 然后秀出我爱你 就Makio 我爱你 对 这个很棒 1.1 你看每天都在看喔 全球 全世界都有找我的名字吗 当然啊 不能讲我爱你 谁知道谁 对啊 人家不知道 还以为是哪一个手机的牌子 对啊 那第三个呢 是租这个大楼的看板 对 整个片的看板 要秀出我 Makio 我爱你 好多耶 好多耶 OK 好 你会选哪一个Makio 2 对不对 2 我比较实际 我觉得3会比较省钱一点吧 你刚才想要选哪 1 是对方对我做这个 对 因为我觉得1如果气候不好 他就没办法 直升机 没办法 那你会选哪一个 对不对 好 那 我选3好了 3 那个大楼的看板 对 OK 好 那唐老师你由 2 全世界都看见 对 没错 赖不了账 没有啊 这样这次我就没有看到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那幕后上我再看那个 那个 真的没有看到 所以老师你一直在去 下风起了 就这样 好好吃 咱们来泼冷水的 真的 老师你家里没有热水器 好好吃 你很快就会变激动的 不是 在泼嘛 对 1 2不一定看得到 3呢就来他家门口的 那看板上 没有没有看到 对 老师3大楼对不对 对 住101大楼嘛 对也是大楼 一定看到 你会看到不可 我也是选2 就是 因为可以看烟火 对啊 然后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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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可是那一下子而已 3可以看很久 不管我们就是要选2 好啦 好 观众朋友如果选 我们请高老师再告诉大家 你有让异性呢 这个心痒痒的分明吗 来 好 观众朋友呢 如果情人节 另外一半跟你示爱 你会选择第一个呢 住一个直升飞机挂布条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选 真的恭喜大家 如果呢 你选这个答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吗 我们来看 你没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啊 因为客行大人化之的你呢 异性呢 跟你相处呢 就像哥们的自在 一点点都不会有心痒痒的感觉 好 客行很抱歉 你选到1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啦 对 好啦 赶快看一下选择2的 这个就是在101放烟火 然后秀出我爱你 这个很浪漫 再问你一次 如果情人节啊 另外一半跟你示爱啊 你会在101放烟火的时候 她这样秀出我爱 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跟我们这边所有的美女一样 如果观众朋友呢 你选这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感觉吗 好 来看一下 恭喜你呢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啊 因为天生呢 就具有魅惑异性的本领的你呢 举手头竹之间呢 都会流露出幻种风情啊 就算不说话 也能让异性心痒痒 真的吗 真的耶 有 你有 有 Makio有 我觉得 其实我很多周遭的朋友都说 他们 Makio好可爱 常常跟Makio录影 她说Makio是不是很可爱 我说对 她好对啊 就是她觉得她很正直 没有心机 好可爱喔 这种人当女朋友 真的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你 真的 跟不开心 很开心 可是没有人跟我讲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对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3的 那个租大楼看板 秀出我爱你的现场两位 男生 这非常 能不能讲现实吗 还实际 对 非常实际的男生选的 好 观众朋友呢 如果情缘节另外一半跟你示爱 会跟这两位男生一样 觉得说呢 要租下大楼看板 这样每天看到比较实际的话 如果呢 你也选这个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 你们呢 有让异性心痒痒的本事 因为脑袋灵光的你们 很清楚呢 知道怎么去挑逗异性 暧昧的言语呢 加上不经意的肢体动作 要异性 不对你心痒痒也难 所以还好啦 选择2跟选择3的也要恭喜啦 對啊 其实我们都有这些本事 对 对 还好没选择1的 对 危险度比较高 OK 好啦 提供给所有朋友 那在这边呢 有个问题要问你们两个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 是可以谈恋爱谈得很久 可是很平淡 很平凡 那另外一个呢 是可以谈个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恋爱可以谈得很甜蜜 可是它的这个时间很短暂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2 不呢 现阶段我也会选2 我真的没办法选耶 我觉得你们好快就可以选耶 真的 没有 我们也想很久了 想很久了 不是很久了 我们就想两三秒 喂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让人家 可以想很久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到底你想选择哪一个 应该这么讲啦 我觉得感情本来就是要有甜蜜 对 所以如果你说长而平淡 那当然就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长而甜蜜 对啊 或短而甜蜜 那当然我要选长的 可是如果长的是很平淡的 那我宁可短的 平淡可以自己创造啊 对啊 创造成甜蜜啊 对啦 老師你就是娶了一个印尼来的嘛 他回不去了嘛 所以他跟你戴下去 好了 所以这边呢 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陶老师 从这个星座来看一下 在今年2006年呢 会谈这个 短暂甜蜜的恋情 倒是哪几个星座都会上榜 好期待喔 2006年太阳上升都要参考一下 那nono的上升是摩羯 太阳是双鱼 那Makio呢 你的上升是金牛 然后那个太阳是双子 好我们来看看喔 你们有没有上榜 第五名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天蝎座 霍高老师 霍高老师 霍高老师上个天蝎 多短暂啊这个状况 大概一年 那算长喔 大概 应该半天就够了吧 你 就是晃过去 很甜蜜 很够 好不好 天蝎 半年刚好 天蝎为什么短暂甜蜜呢 主要不是说短暂 很快就结束 不是很快结束 而是很快 那个甜蜜的感觉就不见了 比较剩下负担压力 比如说可能接下来 你自己也很烦很累啊 然后还要去应对对方 或对方开始比较任性啊 等等喔 所以甜蜜的时间 要赶快好好珍惜 否则的话 天蝎会固然觉得 好没意思喔 好累喔 对 这甜蜜就过去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名是谁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Nono的双鱼 真的耶 真的耶 你耶 为什么呢 因为双鱼座在2006年呢 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好像很多机会正在铺陈当中 所以他也比较不想 丹于这种男女情感的问题上 所以就算有对象出现 他会浅尝即止 对 他会觉得好像快要进入主题了 还是不要害人家 还是不要让人家有过多的期待 因为工作的机会 真的他要珍惜 所以他会赶快把它close掉 好 所以双鱼是属于主动控制型的 在2006年的时候 OK 刚好是加油了 恭喜你了 一个双鱼的天蝎 对 所以双鱼觉得 甜蜜是刚刚好就好了 再多就变成它的压力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甜蜜就好了 好 我知道 知道吗 我知道 我要知道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说 我感觉 就是你们另外有火花 真的 你干嘛被我讲中了 真的 另外有火花 对 康康哥也会有 他也上榜 对 老哥也会有 双子座会在朋友群里面 发现更有趣的人 或者是更有吸引力 相处得很愉快的人 是属于精神恋爱心 是精神恋爱 原来我跟我另外一半的相处之外 还有这么令我有兴趣的人 可是自己也会觉得 好像这样就好了吧 所以那种短暂恋爱是属于精神恋爱心 但是发生几率非常高 就算结束一段 下面很快又有另外一个人 来吸引你的注意 真的 第二名太阳上身 如何落到了 牡羊座 牡羊座 在2006年可能会遇到那种肉体上 吸引力很强烈的对象 真的假的 牡羊座就是 牡羊座 牡羊座有你喜欢的糖本缸 真的假的 牡羊座 限身体 限身体 什么东西限身体 可是牡羊座 因为牡羊座最喜欢肉体 真的吗 对 你肉体 身材那么好 如果糖本缸 牡羊座跟你说 牡羊座爱心 一生二 一生二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一生二就一起洗澡可以 可以 没有啦 就是还是会紧张 会紧张 会紧张 会洗很快就对 就是脱比较慢 可是还是脱就对了 不是 因为我 那个是我的最大偶像 我知道啊 如果他突然跟我讲 我真的会紧张 牠如果跟你说 我跟你夜情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要不要 你会不会飞过去跟大家来一下 他愿意再默默的 默默的 当然愿意啊 对 其实如果自己喜欢的 真的喔 正好 刚刚好耶 真的吗 好 我要去他 好 所以牡羊座是属于 在肉体上有强烈吸引力的 那当然对他来说 他会觉得好像有真爱的感觉 可是如果只是肉体吸引 很快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 好 还好我们没有人上班 他呀 是 这是小庄 小庄 是属于哪一种短暂的 这种是属于 他很欣赏对方 心灵上也很契合 但是对方的现况不允许 也就是说 他会是人家的第三者 真的吗 对 再来只是看他能委屈多久了 如果他能委屈久 他当然就不是短暂恋情 但是如果他不能委屈太久 他就有可能只是短暂恋情而已 那如果他自己本身有另外一半呢 本身有另外一半的射手座应该还好 嗯 还好 这个就是没有对象 对 没有对象的射手座 比较会这样子 就是他很欣赏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也告诉他说 我跟我另外一半快翠了 可是那个快翠又不翠的感觉 对 让射手座很痛苦 那太阳上升落在这几个星座的人 都有可能遇到短暂恋情 好 所以要这个大家看你怎么选择 好 因为明天就是这个情人节 所以我们今天要测这个DIY呢 太厉害了 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何教教大家呢 最近如何让他更爱我 厉害了吧 来 黄老师 那我们用得到真水 这四个字 由这四个字里面 选一个只来试看看看 观众朋友 麻烦你一起来测 跟现场的贵宾来宾一起来测 选一个只来试看看 最近该如何让他更爱我 好 来 得到真水 可以 我先 对 好 到 到 到 可以改 没关系 可以改吗 刚刚可以 可以啊 还没接 得 OK 好 那No哥呢 No哥你呢 得到骨髓是 得到骨髓是 有两个暗恋的 你不要闭腿啊 对 很难啊 我呀 我随 你随 OK 好 我来个蒸好了 这是选蒸 好 那么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也选好了 我们一起来揭晓 那先从倒再来看一看 因为倒我们没有人选 那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选倒的 倒的话呢 首先这边是个鸽 鸽的话当然是鸽肉 或者我们有一句话叫鸽烹 就是料理的意思 去做各种的料理 做很精致的食物给对方吃 就是你加强你的料理的功夫 你可以得到他的喜欢 好 我们看到答案是 隔喷料理 食物精致 用烹调的功夫 来让他更爱玩 你刚刚本来鲜耶 本来鲜蛋 对 不然你改了 对 你很会煮东西 巧克力 对 很会做 那还好 对 那还好 吃完就分手了 对 好 其实是德 德是高老师的A先生跟Makio选的 德 德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行 旅行的行 或者行动的行 日 这个很有解释 礼拜日或者假日 去付出行动 所以我们看到答案是 假日旅行付出行动 用怎么样让他更爱我呢 带他一起去旅行 或和他去旅行 就是跟他一起去旅行的话 他会更爱我 对 很好 好 下面曾 曾是高老师的B先生 跟NoNo 跟嘉谦 选的曾 曾这个人 他一放进来就表示很值钱的值了 你肯定要送他很值钱的东西 但是送他值钱的东西 你不能财大气出 我送你 对方不会真爱你 你还要发自真心的 发自真心的 送他很珍贵很值钱的东西 人家就会更爱你了 好 我们看答案是 值钱今世要发自内心 要送值钱的礼物给他 对方会更爱你了解 就是要小小破一点材 可是还是要发自内心 你能把自己送给他 就是很好的礼物了 对啊 你可真小气啊 真的 这应该让他很灰吧 还要赚到一点 至少也值6000嘛 好 下面是谁 谁是唐老师选的 唐老师选的真好 他用他的本钱就可以了 要秀出他的身体 对啊 这下子对方当然会更爱他 对啊 然后呢 这个身体要跟随着他 好 所以我们看的答案是 要秀出肉体 或者不是肉体 要肢体语言 用肢体语言 像他 你有意见吗 OK啦 我们是天生媚骨 你知道吗 OK啦 好啦 所以这个大家 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 而让你的另外一半 可以更爱你了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NONON 还有我们的MAKIO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祝福我们的集园集团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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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运好礼大放送又来了 请回答李老师的新书书名 参战到25785660 就即会获得新书一本 诗乱有限 动作要拍哦 好 今年希望可以嫁给小钟 好 我那个差点掉了 你帮她 我站着 你帮她 你帮她 你干准喝 我帮她 她把她抖耶 小天 她把她抖了 她把她抖了 她怎么可以这样了 她其实是我们这样的 她的 然后这样人用了 小钟是真心喜欢我 不是骗我的钱 好 消息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TO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